喔喔喔喔喔喔 是不是像這樣喔 第一則故事 錄影一帶 小孩生日 爸爸媽媽很開心 於是幫他拍錄像 小孩在床上跳啊 跳啊 卻不小心摔到地上齒了 跳太高了吧 那個場是怎樣啊 爸爸媽媽很傷心喔 過了幾個月 他們拿出錄影袋重看的時候 發現有一隻沾滿血的手 抓著小孩的頭髮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最後把小孩往地上一丟 故事結束 太恐怖了吧 第二則故事 哥哥不見了 兄弟倆出外旅行 夜市五山上的旅館 晚餐後 哥哥不見了 弟弟便想要找哥哥 不過弟弟想著 哥哥應該是自己下山去玩的 這一夜 怎麼可能 大半夜的 他怎麼會這樣想 哥哥應該是自己出去玩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哥哥不見了 弟弟想著 哥哥應該是 下山但 下山讀書了 哥哥 因為哥哥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孩子 但是這一夜 弟弟睡不安穩 五夜裡 弟弟的惡夢 弟弟從惡夢清醒 剛剛卡石了吧 對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OK 五夜裡 弟弟由惡夢中清醒 看到哥哥坐在床邊 輕輕地問 怎麼了 來了 弟弟說 我剛剛 夢見一族 抱著自己腦袋的鬼 追著我跑 說著 哥哥把他的頭 摘下來 鑽在手裡 鑽在手裡 是不是像這樣 這怎麼嚇我啊 我剛剛聽得正入民 最後一則故事 笑聲 晚上 我和一群朋友 到酒吧去看音樂表演 喝了幾杯酒後 我往口袋裡一摸 才發現手機不見 這不是我牽連的故事嗎 我牽連不是喝酒 鑰匙怎麼都不見嗎 我才有八魂 如果有雷同 你不要亂拆 如果有雷同 你不要去拆 後來 我發現 我的鑰匙 跟我的AirPods都不見了 這故事打來了 好 認認認 開玩笑了 讓我們一下 讓我們一下 手機不見了 把人家手機不見了 於是我和朋友 借手機打給自己 沒想到 電話沒響起聲 就有人接了起來 但對方 只發出 異意不明的奇怪笑聲 然後就掛斷 什麼樣的笑聲啊 異意不明 奇怪的笑聲 要讓大家知道 確實 但對方只發出 異意不明的奇怪笑聲 這是羊的笑聲 我要忍耐 對方只發出 異意不明的奇怪笑聲 蜘蜘蛛 需要 我要忍耐 好了等等 對方發出了 異意不明的奇怪笑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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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這樣喔 你在幹嘛 我心想大概是惡作劇吧 所以我甩掉了壞心情 和朋友又喝了幾杯 想要忘記手機被偷的事情 凌晨 我一個人最心心的回到家 最心心的 結果 居然在客廳的桌上 看見我把手機忘在了那裡 我一個人做啊 待著吧 還要 再來啊 我聽得蠻爽的啊 我是第一次聽 三隻小竹 事情啊 放在九明代的後題 這天天 這天天怎麼變了啊 有三個人搭乘一輛計程車 要到京南區的農村的一戶人家 哪裡啊 京南區在哪裡啊 不然不然我改的戲子是號 中國的褲子 之前幾次呢 一天夜 三個人搭乘一輛計程車 要到戲子區的農村 給一戶人家 戲子沒有農村 戲子沒有農村 但滿偏鄉的 我剛剛是戲子人 是戲子人啊 戲子區的農村的一戶人家 他們三個 分別穿著黑白花色的衣服 衣服 衣服 在到了目的地後 他們給了司機錢 進了那戶人家 司機當時沒有在意 回家後 才發現自己收到的 收到的 是名字 第二天 司機啊 就回去找那個人家 去問昨天天 是否有三個人來過 那家人說 那個時間 根本沒有人來過啊 不過 那家人的母豬啊 生出了黑白花 三隻小豬 這什麼意思 他就 弄那個豬喔 不要弄的 你把哪裡弄的 還有一碗 那那家人也提參與 是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